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48章 圣天的恩赐 方济帆终于觉得耳根清醒了 肚子饿得很 也只能耐心地等待茶点上桌 就在这时候听到另外一遍 那茶坛上的妇人叙叙叨叨地和一名茶客说 哎 而今已二十多日不曾下雨了 也不知是哪个天收的 触怒了上天呢 一听到天收的这三个字 方济帆感觉后金一凉 怎么听着香袜子一直败家死来的呀 接着听那妇人又说 只是龙泉官的道人们非但不肯开恩减租 前些日子还放出话来 说是今年的租价与往年同利 往年虽是遭血灾 可今年不但如此 接着便是大汗了呀 现在龙泉官那儿又不肯减租 这不是叫人走通无路吗 过往的茶客连连点头说 龙泉官的真人真是乌德呀 可不是嘛 数千庄户也不知今年得多少人家 早醉了呀 方济帆竖着耳朵听 听到数千庄户眉毛一挑 朝那妇人说 你来 于是妇人连忙上前来 她似乎惯来察言观色 只不过三巡的妇人竟有几分姿色 似乎觉得方济帆生的俊巧 早就留意了 扶了扶额前发烧 毛子勾了方济帆一眼 娇滴滴地说 客官有何吩咐啊 方济帆顿时同情地 瞥了一眼她的丈夫 随即说 咱的 那龙泉官有这么多庄子吗 他们是修道的人 哪来这么多谛啊 徐晶坐在一旁 眼睛发光 上下打量着这夫人 邦强说 我家安师可是大贵人 打得好了 有赏 倒是唐吟 只跳往远处的玉泉山 似乎心胸被讨厌 一旁的王守仁 则沉思似 似乎还在琢磨着 方济帆方才所说的话 而欧阳志三人 则呆若木鸡 坐得笔直 没有恩师的吩咐 他们便纹丝不动 夫人便娇滴滴 沉沉一笑 水蛇腰一扭 竟有千种风情 眉目之间秋波撩人 省淫带着几份娇柔的爽 唉 公子竟有所不知嘛 龙泉官早在文皇帝 迁都至北京来时 便已营建了 那时文皇帝在世 赐了几千亩地 到了后来 历代天子 往往或多或少 也资予一些 此后 到了成化仙皇帝时 连成化仙皇帝 竟也知道龙泉官的声明 曾派钦时 入龙泉官 拜见殿中的朱县 又辞了 数千请良田 他顿了顿 又笑着说 再者说了 龙泉官 又非是白云官 白云官 只顾着自己修行 修仙炼丹 可龙泉官 却专职服录 这赐服驱轨 以及各种法事 却是最在行的 整个经济 正一道里头 就一个龙泉官 你想啊 这经里这么多贵人 哪一个没有红白事啊 家中中邪得病了 家里人有人过世 总得请龙泉官的真人们 去料理才是 就说前两年 新建伯不是过世了吗 就是请的龙泉官的真人 大操大办四十九日 虽是龙泉官并不曾收银子 可堂堂伯爵府上 会让人白忙了 丧事办过之后 便有人直接奉上文银千两 头献田产五百模 这是牌面 哪一家不如此 再穷也不能穷真人 不能穷了天上的神仙 不是吗 王岐帆暗暗则舌呀 他只晓得 古代的寺庙 有大量的天产 哪里想到 道士们的天产 也是可观的呀 仔细一想 不正是这么回事吗 且不说皇帝 需要借由僧道们 来统治人心 经理这么多豪族 有个昏丧红白之时 哪里缺得了这些道士 给他们办了事 这一百多年来 天知道积攒多少土地和金银 更不像说 还有地租的收益 似乎夫人觉得方几番不信 便讨好似的继续说 公子是有所不知啊 您看这儿 距离龙泉罐可有数里路了 是不是 可即便如此 这里的地说起来 还是龙泉罐的呢 您现在骑着马 找龙泉罐的方向 跑半个时辰 怕也跑不出 龙泉罐的地头 人家都说 龙泉罐有田万情 在这荆基 除了黄庄王庄 还有官田之外 就属各家寺庙 和道观的地最多了 寻常人家 您别看富贵 可开销也大 延续了几代 除了几个败家玩意儿 便一蹶不振了 可道观和寺庙里面的僧人 真人们 平时的吃用 本就是扣相克的接济 隔三差五 又可能会有赏赐 地宗又多得吓人 再有什么法事 那就更不避体了 这些该死的杂毛 不是生产的寄生虫 麻痹人民精神的恶棍呢 方济帆顿时火冒三丈了 想到这些杂毛老道们 个个吃得油光满面 顿时咬牙戒指 心底深处凌然正气 便激发了出来 那妇人 似乎没看出方济帆 争怒火中烧 她又说 其实龙泉罐的真人们 倒是凶为极好 自是洁身自好 不过 也冷不定会有一些道人 仗着自己有道敌 乃是朝廷认可的道人 这龙泉罐里 有水又丰厚 在外头养着三妻四妾 做了几年道士下来 便可治下大量私产 真真是叫人羡慕啊 这正一道和全真教不同 全真教有戒律 正一道可没有戒律 你看那龙虎山的张天师 不就有亲有妾吗 想吃肉便吃肉 想喝酒便喝酒 有了道疾在身 这是何等逍遥的日子 方济帆再也忍不住了 一拍暗毒 气呼呼地说 真是没有王法了 这些人 哪里有半分 方外之人的样子 公子 夫人想着徐京方才说 有赏钱 便更想来劲了 不断给方济帆送秋波 公子啊 你还年轻 哪晓得这里头够当啊 正一道 虽有不少的世外高人 是真正的神仙 可那道人之中 下了山来给人做法事的 也有不少不孝弟子 夜摸寡妇们 腰缠万贯 比比皆是 就连皇帝老子要祭天 不也得请他们去吗 他们这是汉老保收的买卖 你看呢 奴给你算算 倘若是丰年 这百姓们能吃口饱饭 有了节鱼 是不是要进冠里 供奉一些财物啊 可若是灾年 就说眼下大汗吧 许多人日子艰难 没有活路了 更要寄望于老天爷了 就更不能少了 仙人们一口饭吃了 这地方周县要起雨 百姓们指望 时来运转 还不得拿出钱梁来 供奉那些山上的道业 方济凡已经气得脸色发青 真是没想到啊 龙泉关里竟都是这样一些人 气死我了 这军败累 许静 辅账 说吧 气羞羞的起身 竟也顾不得几个门声 朝着不远处 竟在马庄上的马便狂奔 解开马绳 利落地翻身上马 活鸡活了 便赶我龙泉关去了 徐静刚刚负了账 朝那妇人别有意味的一笑 则是多给一些碎银 这妇人见状 像是明白了什么 给了她一个求波 接着眼角余光 便落在远处张罗茶水的丈夫身上 徐静这才恨不舍地 将眼神自她身上移开 一旁的唐银 则是又被惊得法蒙 恩师这是往哪里去 王守仁也蒙逼了 倒是欧阳志 刘文善和江辰 新陈到了谷底 他们虽然呆落木鸡 可和恩西朝夕相处 早就清楚恩师的为人 恩师这是往龙泉灌去了 欧阳志忍不住复额 觉得自己头要裂开了 心里默默地念 但愿不是想象中那样 定然不是 恩师 李当还是要脸的吧 徐静是玲珑心 李婷顿时明白了 眼睛发亮 感慨说 恩师真是了不起的人 高明 快 快追上 众人才醒悟 纷纷去解开驴马 一行人急匆匆地追了上去 方几番策马奔腾 内心深处 竟有一种放荡不羁的喜悦 弟 弟呀 良田万寝 还他们都是京郊的徒弟 这不是上天的恩赐吗 自己正愁找不到弟来种番薯呢 他心里雀跃 忍不住想要咆哮 我方几番终于有了对抗旱灾的资本了 可 可以让多少人活命啊 一路策马奔腾至龙拳观山门之下 还不等接引道人反应 方几番直接下马 也懒得去将马系在马庄上 一把抓住剑道人一斤 就说 我要见普济真人 而此时 普济真人 却依旧还在三清阁里 方几番已经走了好一会儿 可他的心里 却久久不能平复 依旧满是遗憾 多久都没如今日这般 心虚不能平静了 与方几番的一些话 令他想到 那已经失踪的师尊 心头的感慨可想而知 那是数十年前的记忆啊 可那时候 却恰恰是他壮年之时 人总是容易 回忆当初的美好 尤其是那普济真人 这早已 白发斑斑 垂垂老矣 行将久目之人 他忍不住的 竟发现自己眼角 一些还是湿润 方外之人 本不该如此多愁善感 可今日 竟格外的失态 念头又触及到方几番了 想到了 这个师尊 如此看重的这个少年郎 普及真人心里 不免有几分羡慕 想当年 他辞职何等的愚钝 蒙守师尊教诲 随时在外人看来 已是一代真人 主持龙泉观 卫裂二品村贤 可方几番呢 一个少年郎 只得师尊点化 竟能做道德真经极易 可惜如此好的机缘 这个少年郎 竟一丁点都不在乎 普及真人摇里摇头 口中带着悠悠的叹息 师尊啊师尊 这是命数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金 更多友善作物 请在微信 LANCE 9113